进入6月以后 距离盛夏越来越近 北方农民也迎来了卖收时节 在河南农村 眼下正是小卖收割的关键时期 对农民来说 原本应该沉浸在丰收的忙碌和喜悦当中 可是突然到来的极端天气 却让他们措手不及 在刚刚过去的前几天 从下午到晚上 河南多地都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雷雨天气 同时还伴随着大风和冰雹 在筑马店的上菜县 几乎有乒乓球大小的冰雹 密密码码砸了一地 这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 不仅在一时之间刷了贫 更是给农民浇了一盆冷水 在大风和冰雹的破坏下 这些还未被收割的小麦 不仅大面积倒浮 严重的还出现了麦碎被砸断和掉落的情况 除了小麦等庄稼被毁之外 大风和冰雹给果农造成的损失也不小 西瓜被砸裂 桃子也掉落了不少 再加上受到大风的影响 一些果树也出现了质干歪曲 折断甚至被连根拔起的现象 麦收世界 农田遭遇大风冰雹袭击 大片庄稼果树被毁 就算是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 一时之间也很难算出具体损失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受这波天气的影响 很多农民原本应该到手的收入都会缩水 面对这种情况 很多人都很关心后续的补救措施 极端天气过后 河南农民应该怎么办呢 除了已经成熟的小麦之外 农田里还有很多处于生长期的庄甲和农作物 为了不影响它们后期的生长情况 一定要通过追尸素消淡肥的方式 及时改善农作物的营养状况 另外农作物在受栽过后 再长出来的枝叶比较柔嫩和脆弱 因此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 针对受到冰雹破坏的果园和果树 首先要将掉落在地上的坏果清理干净 一些还挂在树上 但是破坏程度比较严重的伤果 同样也要进行摘除 这样不仅能够保持果树的养分 通过输松土壤和地下追肥的方式 提高叶片进行光合作用的能力 才能不影响树的涨势 另外根据气象工作人员发布的提醒 在未来几天 可能还会出现雷电和强降雨的天气 农民除了要做好防范工作之外 也要尽快对小麦进行抢收 依次把损失降到最低 仔细想想 农民种地不仅辛苦 还要面临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打击 实在是不容易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